五星旅游结束营业 百多名员工一夜之间失了业 部分员工被拖欠约一个半月的薪金 而旅行社董事名下的一家广东餐馆也宣告停业 人力部表示两家公司的一百多名员工 今早已向他们备案 记者庄庆龄报道 五星旅游的96名员工 在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通知下 星期四上午11点陆续抵达人力部服务中心问话 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离开 有受访员工表示 他们从11月开始就没有领取全数的薪金 他们星期三上午照常上班 直到下午三点才接到老板的电话 说公司将停业 有员工透露已经接获其他旅行社邀请加入他们的公司 不过他们计划等到农历新年后才做出决定 人力部在文告中表示除了五星旅游的员工 另外还有九名来自广东饮食中餐馆的员工 也向人力部投诉 两家公司的董事是同一人 这起所长事件将由助力劳工总监处理 如果所长合理 五星旅游和广东餐饮餐馆必须在14天内支付拖欠员工的薪金 否则可能得上庭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